自從晚市復甦 越來越多新的餐廳開業 銅鑼灣最近有一間關西風的 壽喜燒專門店新開業 主打A5坐賀和牛 客人可以欣賞整個烹調過程 風味滿分 我們是吃Suki Yaki 中文來說就是壽喜燒 可能平時可以吃關東的 多些汁、湯水 我們就是關西煮法 關西煮法就是用一些糖煎的方法 令肉味更加溶鬆 和可以更加出味 我們會視乎是哪個緣份當做的 一部份可能是做學院 有時會用大婚院 視乎哪個時候離貨的時候 肉最好的 我們會選最好的牛肉給客人 如果最近想找餐廳慶祝的話 這個deluxe的套餐就很適合 由前菜到甜品 總共有九道菜式 一次過可以試很多款的牛肉料理 尤其當中的日本和牛肉 硬肉質軟嫩 味道濃郁鮮甜 再配上壽喜燒醬汁 絕對還原正宗的日本味道 至少香港人是多元化的社會 肯定吃壽喜燒可以 有很多不同的煮法 可能有一種我們會用鹽燒的牛肉丸 另一種會有酸汁 一起吃的一口牛舌 令客人來到的時候 不只吃壽喜燒 他們自家出品的美國熟成牛肉 最少熟成28天 肉味更加香濃 外面亦比較少 餐廳有供應日式的煮法 除了和牛 最吸引的一定是 面前這碗大碗的三文魚子 苦飯即煮即食 三文魚子無限人 苦飯即食在客人面前 由三米煮成熟飯 整個過程會煮給客人看 會有一些焦香的味道 加上我們會用一些湯 一起煮 就是用水煮的 用的米是一鍵鍾情米 是岩手軟的一鍵鍾情米 飯香會更加溶碌 在最後煮完之後 會加上黑松露 和三文魚子 可以讓客人淫筆的三文魚子 混合飯在一起吃 感覺更加豐富 不吃牛的話 其實還有雞肉受起燒可以選擇 套餐主打日本雞腿 日本雞頸肉 和雞腎 價錢相對較為實惠 同樣可以享受到餐廳環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